星期一晚VMatch看到的嘉賓是董文尼,Money Money在香港大學文學院畢業 主修澳洲研究和法文 Money在2004年加入樂壇 其後以拍攝電影和電視劇為主 去年亦開始涉獵主持和舞台劇演出 各方面發展的Money現在亦在新城電台擔任DJ 節目包括有新城資訊台的娛樂旗艦店 和新城數碼台的法國你好嗎 在創作方面,Money和設計師好友 共同構思本地原創人物小肥英 故事由Money暫寫 而她的朋友就負責繪畫 以輕鬆簡單的風格和大家一起學習法文 在想中我穿了紫色生塵外套 怎猜猜得到你愛世上加靈體 彼此都錯過了最好的那場戲 這分鐘試下你與我 我其實想找回工作 不想夾在女友和我媽媽中間 去到西餐廳我偏偏想吃中餐 過多幾年忽然我變了個中間 看嚴 мел也不想聽著 Garry、陳日冠、Miss Winnie Yipp 拍檔真的幸好你在我身邊 我發覺真的 真心要說說 不關節目的事 原來有時候我們每一天 節目後說吧 那你當節目後吧 不過對著咪咪吧 節目後你一直拿走罵我 我發覺我們每天都會遇到新朋友 是呀 尤其是做了這個節目 尤其是做了這個節目 因為我剛才上了一個 seminar 其實那個人就會說 其實我們應該探討的是 關於怎樣構造自己的人際網絡 其實發覺很多人 我們是認識很多朋友 不過很多人充斥著那些 基本上已經不可以說是朋友了 例如你收了人的卡片 從來沒有follow up 放在那裡 可以丟掉了 那你從事銷售的人 很多時候有幻覺 就是拿著那四百張卡片 覺得我很大機會 但可能當中有三百人 你都沒有找過 嗯 那你就一直有四百個假希望 有三百個現實 是 不過你看了假希望 嗯 嗯 那很好啊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看到很多不同的人 例如跟阿美瑟 為何我要這麼衷心多謝 就是跟我平日不同 你知道我們一來就能拿到影片 但發覺其實 我跟他一起認識一些新朋友 他之後就會跟我拿一些語言 是 那一刻是這樣的 嘩 我做一次 很厲害的 你明白嗎 我跟他一起認識 陳先生 我知道你一向都會有夢想 信不信 我和你拿一個語言 你明白嗎 這樣就會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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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那一刻是不會推 不會耍 唉 你真的令我省了很多時間 或者令我 可以知道如何好好運用你的時間 那跟你熟悉就會這樣 但通常我們很少會這樣 其實應該要多一點是這樣 多一點是這樣 其實我們可以更有效 因為始終不是去看 即不是玄學嘛 當然不是啦 是的 所以我很少會這樣 我面也原 我們會避免用這樣的方式 不過我看到你這麼 有目標感 哦 那也是的 是的 那你是我拍檔 我當然是想你用一些時間在我身上 哦 那你說話吧 我現在給你精神 是 喂 這個呢 很有趣 老闆的十二度陰影 一納下去這些很 是啊 我剛才也是 我說不是 真是陰道 什麼是十二度陰影 是的 打工仔比弟弟 可怕上司的十二種人格特質 嗯嗯 好恐怖 第一個 喂 控制震驚 遇過了 真的嗎 真的 你自己本身是不是我上司 不是 你不是可怕上司 不是 你可以有空訪問我那個秘書 我常常叫他 喂你快點吃飯了 OK 那是第一條而已 那我吃飯從來不會問他什麼時候回來的 我只要告訴他我什麼時候回來 那你不是去吃飯 沒問題的 那我講一聲給他聽 因為他自己空著時間 OK 我又不會問他去了哪個東西 第一位是控制震驚 那是幾恐怖的 什麼都要問你 我不是說過以前去戲院 去戲院做室室 然後一個小時後收到電話 然後上司就說 我剛才看到你在院二 然後院三、院四 原來用CCCP坐在自己的位置看著我 神經病 好 第二件事 反覆 某件事改了九千幾次 最後還要OT 這個 我是 我做廣告的時候 Sorry 同學們 很深刻 一個PowerPoint 真的通宵搭蛋改了幾次 但我明白 原因是 我改東西你也見過 所以我對你是完全同理 因為我曾經的歷練是比你更深 因為本身 首先貓頭鷹已經是 是啊 蘇永鷹也是這樣說過 是嗎 那次跟他做戲文 他都說 他們大四自己說 他是說 他不知道寫一首歌還是怎樣 寫了過去 他還是要改的 寫了他 他自己也是這樣 不是歌 寫稿 寫稿 是的 貓頭應該是這樣的 你看到他衣著 一絲不苟那種事情 也應該看得出來 是的 反覆 那你覺得是好還是 不好 但真的不行 我也有不下一次 不是不下一次 不下十次 我的同事會跟我說 就是 喂 又改嗎 我想清楚了沒有 是這樣的 還改嗎 因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態度 因為已經在OT 但是我說 不行 拍很多 真的很硬硬 就是會是這樣 那時候我做廣告 去砌Proposal 去砌PowerPoint 我明白為什麼要這樣改 因為我們是代表客人 去做接下來所有的 campaign 如果我們去sell through 給客人所有的 ideas 都有事情 不小心出錯的話 其實基本上你都不用說 這個很好 而且很多時候是幾個人 一起去為同一個 ideas 做事 一定有個人去centralize 所有的資訊 並且確定是對的 所以一定有落差 還有很多時候 真的說真的 通宵達彈的專注力很低 好 第三個是頑固 頑固當然是不好 其實頑固和control freak 都是差不多 俱衡的問題 我覺得看他頑固於什麼 如果他頑固於 要指定時間內 達到目標 我覺得這個頑固應該堅持 是 但頑固於可能是他的執著 但跟他指定時間和目標相反 那就不行了 是 第四是抗拒 他們並不知道 適度的改變對公司是好的 那就是頑固 又不是抗拒 老闆轉個髮型都不行 怎樣做航空公司 好繼續 第五是管態勢 那就也是 這些好 你一定不行 不行 其實沒什麼人可以 有些人不是的 有些人很OK 有些是學生 家長式的工作環境 好的就是他會覺得很細緻 很受關心 不好的就是會覺得 這件事不micro 即不macro 不夠宏觀 也是 第六是恐懼領導 做不好 不細緻放工 是害怕的 我也試過 現在年代你真是拜拜 大問題是不用說出口 第七位 缺乏願景 有得做 真的不做先 缺乏願景和遠見的公司 都不知道公司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很抽象 因為很多時候 說真的很多管理層 或者老闆自己都沒有看到 那個商機或未來的方向 因為市場變得太快 第八就是偏心 這個我覺得很過癮化 不想說 因為偏心 是兩邊的 你覺得他 可能他又不覺得那些 爭寵 或者妒忌 我覺得這些很多個人私人情緒因素 第九是傲慢自大 By the way 你覺得我這麼多年經驗都會錯? Sorry I don't think so 那這些不是自不自大 因為他請得你 其實我覺得他的態度 就是態度不是自不自大 他請得你 他是你老闆 那他在某程度上 第十是生氣 隨時發出思考功 今天我跟朋友吃飯 他很笑 他說他新來了一個上司 很喜歡髮髒的 是 女性 50歲 即是上司 很喜歡髮髒的 是 怎樣髒髒? 即是會 叫那些嗎? 對 但他本身對著自己的上司 就會 很可愛 那些 那些 他在上面收起來 在下面排毒 這個很好笑 我以前有個老闆 也是這樣 即是他會 這樣 那些 但正常的 他很正常 很友善 所以真的害怕他 因為做得很認真 他會覺得 怎樣 那你害怕嗎 害怕 我最接近的 嚇到心裡了 嘩 有種無形的壓力 其實 第十一是指責 這個活動不是我做的 不關我 這個我覺得不行 這個我覺得是低層的管理 因為你應該 作為管理 應該是 最後一個吃過一口飯 還有 要當 幫你做事的人 即是你要當自己是伯仁 那這個是真的 你做得領導 第十二是情緒化 情緒極速轉變模式 這個可能是變色 我想情緒主導是沒得搞的 因為 其實你也知道 你要成功 或者達到你的目標 一定是目標主導 情緒主導 只會把你整件事敗壞 作為一個老闆 如果是領導者 如果這個是你的行為特色 應該死得很慘 你的同事 和你的公司 剛才剛剛在外面 碰到張健勝 Justin 他的電影 《一玉一世界》 剛才也很好 她的笑容很親切 真的很喜歡她 我也建議大家聽眾 聽回那一集 因為首先她有九個X 剛才她再一次問我 其實我有什麼要注意 這些真的 真的很好 就算不要理她真假 怎樣 她這樣去追蹤自己 當然我也回敬她 我說 我們有拍照 我說 她說我放上我的Fan Page 然後我也會說一下你的電影 我說可以 這邊拍吧 我記得你說你左邊 你也是很甜蜜的 真的 OK 不是嗎 你記得她 她拍一邊 她拍左邊 你也記得 她的Graph真的很突出 我都說 演藝事業在等著她 只要控制好情緒就可以了 我們不如看看今天的嘉賓 因為今天的嘉賓也是美女 你好像很猶豫 也是美女 不是因為Benny用了一個 我一埋身 Benny立刻用了一個很大的形容詞 可以這樣等她說 待會回來 星式賓館